你好,欢迎收看8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疫情趋缓,花莲县府恢复举办员工亲子活动 5号在远雄海洋公园办理111年员工亲子活动 即庆祝父亲节 有超过600名的县府员工以及家属同乐 增添人气 而县长徐中卫也到现场感谢员工平时的辛劳 希望大小朋友们尽情玩乐度过周末 随着疫情趋缓,花莲县府恢复举办员工亲子活动 经过员工投票后 5日在远雄海洋公园盛大举办111年员工亲子活动 即庆祝父亲节,欢乐游海洋 共计超过600名县府员工及家居一起同乐 县长徐中卫也特别前往慰问员工 明天是礼拜六,礼拜天 今天是小周末 就是今天可以记性的家庭亲子日之后 玩到天黑再回家度周末好不好 所以谢谢大家 今天我要谢谢任士处做了这么好的安排 跟远雄海洋公园来结合 让我们的一家三代都可以一起来 刚才看到我们有一位现美同仁 退休的同仁 跟着他的孩子来 他说他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远雄海洋公园 所以我想 远雄海洋公园在东台湾是唯一一个海洋公园 所以我们可以珍惜我们自己的观光资源 每一年华林县政府在无论是儿童节 或者是慕佑日 以及我们的亲子日 连续几年都来海洋公园 当然我们的孩子会长大 所以每一年办的亲子日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有岳参加 感谢大家 那华林县政府也准备了我们跟远雄的礼券 可以让大家在园里面尽兴的游玩 尽兴的消费 那另外如果没有进到海洋公园 那华林县政府对于我们这个父亲节的部分 也有这个父亲节的礼券提供给大家 祝大家亲子快乐 祝父亲节快乐 县府人事处长曾淑芬表示 希望借游定期办理相关活动 让同仁与孩子增进亲子关系 肯定县府同仁平日在宪政推动上的辛劳 海洋公园总经理沈建少表示 欢迎大小朋友丽林 将持续提供最棒展演 最安全游乐环境 最特别海洋动物互动 让民众有难忘的回忆 记者讲帮演说风箱报导